山东省平渡市渡家队村 日前发生了首帝村民被活活烧死的惨案 不过当地政府非但不调查案情 还匆匆地将死者的尸体火化 被质疑有毁尸灭迹之嫌 而中共当局这次一改过去全面封锁消息的做法 甚至还允许媒体做深度的报道 有分析指出 中共地方政府多年来强征强拆所引发的民怨 已经危及到了中共的执政基础 那么中央和地方的矛盾是日趋激化 21号凌晨2点 山东平渡市渡家队村一处帐篷突然起火 导致帐篷内的四名守地村民一死两重伤一轻伤 当地村民向美国大纪元新闻网透露 歹徒向帐篷四周泼汽油放火焚烧 死者耿福林是在清醒的状态下被瞬间烧死的 22号上午平渡官方发布消息说 伤亡村民是度假团村不同意村为土地收益分配办法的个别村民 421火灾事件经初步侦查 发现有纵火嫌疑 目前正在深入调查中 然而就在22号凌晨 停放在事发现场的耿福林尸体 却被200多名警察抢走并匆匆火化 据在现场看守尸体的村民透露 当时有十多名村民 只有几把铁线 无法抵挡200多名防暴警察抢尸 不过 评度官方否认这种说法 表示 警方是在获得家属的同意后才协助运尸 出这么大的事情 作为政府来说 他不是去调查问题 而是去捕 去压 去掩盖 然后赶紧的去把尸体火化 不了了之 为什么要急于去火化呢 可见他们心里面还是有鬼 在他们的思维当中 人一旦火化了 什么都没有了 你们找不到任何的证据 耿福林的弟弟耿福春向美国九亚洲电台透露 哥哥的大舅子告诉他 已经和当地政府谈妥了 要求耿福春配合当地政府和公安局 据大陆法治晚报报道 评度市委在事发当晚就召开紧急工作会议 并派出多个工作小组去做家属的工作 这个事情呢 一目了然 幕后最大的真凶就是当地政府 他们是以7.5万一亩的价格去征地 123万去卖出 中间差不多有20倍的获利 施政出来以后呢 贫图市政府呢 只说烧死人的行动迟缓 后来不得不承认有动火的嫌疑 而且立刻匆忙的毁尸灭迹 据了解中共官方媒体 新华网、人民网等22号都报道 或转载了《度假团村》 这起涉及争地纠纷的命案 北京京华时报、新京报等媒体 还对这起命案进行了深度报道 说明中央和地方的一种博弈 习近平所谓的改革 已经触到了其中的一个主要的利益集团 就是各个地方政府 尤其地方政府现在都在依靠土地财政 丰旁的争计卖地 事件发生几天了 无论是山东省委省当府 还是青岛市委市政府都是晋升 没有任何动作 倒是昨天说中纪委已经受理了这个举报 中央和地方的矛盾 以迎日趋于计划 自2010年 平渡市当地政府搞旧城改造以来 黑社会暴力血差事件就层出不穷 当地百姓苦不堪言 去年8月 大陆财新网记者陈宝成 因协助家乡平渡市村民抵抗强拆 被当局以非法拘禁罪刑拘 引发法律界 媒体界 以及广大网民的强烈关注 香港东方日报发表评论文章指出 在中国反征地拆迁引发的杀戮事件 一再上演 旧其根源是地方官员勾结黑社会 狼狈为奸 而且手段愈来愈血腥 从窍门 制砖 到动刀子 放毒气 甚至纵火谋杀 已经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 中文字幕 李宗盛